以高质量建言服务高质量发展 以统筹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和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为议题 召开专题性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 就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进行专题协商 综合运用双周协商 远程协商 提案办理协商 对口协商等形式 围绕促进乡村医疗卫生健康发展 进一步提升爱国爱港爱澳力量能力建设 仲裁发的修订 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 等深入调研协商 坚持调研与协商之前 在增强调研深度和时效上下功夫 完善专家协商会制度机制 就共同富裕地实现路径 可再生能源发展 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公关 应对人口老龄化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等 开展前瞻研究和深度协商 围绕十四股规划实施 持续开展民族监督 重在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助推工作落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